老师 中秋佳节人团圆 今天的台股也在过节哦 难道这也在老师您的预料之中吗 所有答案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紫山 今天是9月17日 台股开盘在17279点 开D走高紧接着一路拉回来进行整理 而昨天美股可以说是弱势震荡 四大指数收盘都是涨跌互见 虽然我们的零售销售数据是由于预期 带动了道琼指数在早盘的时候来进行开高动作 不过相对的也来提升联准会在QE 所坚定退场的立场 再加上财政部长叶伦寻求共和党的支持 调高呢我们债务上呢限制遭拒绝以后 同时我们FED也是联准会的官员爆发炒股遗云 以及呢中国恒大危机呢持续的来进行发酵影响 市场的观望气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厚 而四大指数呢收盘呢虽然有稍稍的收敛一些些 但中场的话道琼指数同样是收在了34751点以下跌来进行观盘 那究竟呢美国股市呢相对来说呢比较捉摸不定 对于今天的台股又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光老师 主持人好投资朋友大家好 刚刚主持人讲了两句话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观念的事情 那两句话呢一个就是美国的FED官员有炒股的嫌疑 各位 炒股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炒作就不平常了 炒作就不平常了 那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都会看某一党个股他们的基本面 然后财报方面的甚至于就是公司订单 那这些的这些台面上的资讯 请问你相信有多少 再请问这些的台面上资讯 他能够提供辅助目前的股价是多少 所以呢这仍然是一个不知道的答案 那既然在不知道的答案状况之下 你会发现有一些你看的基本面很好很好的 他是不长的 他是不长的 他就是不长 然后呢那些基本面不好的 他就长一直长 长翻天 那这个会是炒股动作吗 各位 他会是一个炒作的动作 所以在股市里面 我们要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是真正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会去衡量什么 都会去衡量说我目前手上的这档个股 明明他就是不错 那为什么呢他就是会跌 各位 以后呢不要再问类似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看到你这档股票 在这一个产业的团体里面 他是由哪一个大哥大姐去带动他的 我这样讲各位清楚吗 所以说如果那个大哥大姐都没有动作 你手上那个股股他会动吗 那是不太可能的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只要仔细看我的节目 我会告诉你 什么叫做联动关系 哪些大哥大姐会带着他们的小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复习一下 谁的大哥大姐 其实这一个的话呢 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 其实讲了非常的多次 那聚合的大哥是谁老师 康普 好那美琪马的姐妹股是谁呢 待会看节目就知道了 对那今天节目呢 同样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同时也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们 今天的话呢 是台股的交易日的最后一天 那也要希望大家要把握 今天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接下来老师 今天台股在过节 非常非常的优秀 今天台股在过节 那当然呢 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雷光呢也祝大家什么 也祝大家中秋赏月圆 那下一个呢 就会有一个雷光赏银元 各位 中秋节后 很多人都在去 都在去想说 中秋节后会不会变盘 会不会变盘 如果说今天 我们的台股在任何一个节日 不要说中秋节 清明节大家也在讲这个话题 所以说只要有一个节日 大家都会想会不会变盘 那会不会变盘的这个状况 你要看的是什么 你要看的是位阶 位阶 如果那个位阶是有利于助长的 那这个的位阶会比较好一点 向上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正好这个位阶是在 高高在上的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下来几率会比较高 但是今天我们大盘的位阶在哪里呢 就蛮尴尬了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 目前是在盘中 是 是在盘中 1.25 所以呢 我以K线做一个表达 各位 目前我们的位阶在这里 这个是今天的 9月17号 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的开盘呢 就开了17279 那最高是17408 那目前我们的收盘 是在17388左右 然后目前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再看一下我们的台积电 台积电也是一样 在这个地方 但是台积电从9月6号 它来到638元 就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而我在9月6号的当天 就告诉大家 它会被拉回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有没有严重 有严重 那这个礼拜呢 刚刚主持人他也讲了 难道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当中吗 我如果说对 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相信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把我这一个礼拜 从9月13号 到昨天9月16号 我的节目的 那个封面主题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做一个报告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这一个礼拜所讲的 是不是都被我意料之中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110年9月13号 星期一的 联电还会涨吗 我这边写联电加一 但是各位你知不知道 我之前的联电加一 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看联电好了 之前的联电 跟着大盘一路上来的时候 是在8月20号 在8月20号 然后呢 跟着我们的台积电 到9月6号的时候 他在这个地方 跟着台积电 一样在9月6号 这个地方 来到这一次的最高 72 所以他从8月20号 跟着台积电 一路上来的时候 这边还留下一个下影线 各位 这边还留下一个下影线 然后呢 一路到9月6号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地方呢 隔天 他有在这一根的红K里面 做一个震荡 跟之前的震荡 完全是一样的 我再把它放缩小 跟这边的高点 这边做一个震荡 这边的高点 做一个震荡 就下来 这个地方就下来 然后呢 我也说 在这个地方的震荡的时候 他就会下来 然后今天 他的股价 最低是65.5 但是在9月6号的是多少 是72 72到65.5 这个地方也有10%了 所以如果你按照我告诉你说的 你相信我告诉你说的 在这个地方的跌幅 你早就做一个获利出场 转为上车的一个动作了 所以在9月13号 我有没有讲对 有哦 有讲对哦 到今天还是做一个下跌动作的哦 好 我们再看第二章好了 这个是星期一的 第二章是什么 第二章是9月14号 9月7号聚合涨到现在 转为上册 各位 如果你有常常看我的节目 当我在节目 告诉大家 转为上册的时候 我的目的是什么 出场 就是出场了 所以转为上册 就是要让你的财富 落袋为安 那这个是9月14号 9月14号 从9月17号 我告诉大家 聚合加一 你可以把9月7号的节目 带掉出来看 我会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 然后到9月14号 星期二的时候 告诉大家要转为上册了 我们来回到这个地方看 6509 9月7号在哪里呢 各位 9月7号的聚合在这里哦 最低是53.7哦 而这个53.7 在这个地方 它是最低的价位哦 我这样讲了解吗 那个是最低的价位哦 9月7号哦 9月14号在哪里 各位 9月14号在这边 我当天在节目告诉各位 转为上册 因为他的大哥 也已经做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了 我们看一下这档个股 康普 我游标都不要动 各位 是不是9月14号在这里 最高120.5 在这个地方 然后聚合呢 是不是也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被拉回的动作 今天是最低的哦 今天最低到哪里 今天最低到56.2哦 各位 礼拜一被我命中 礼拜二也被我命中 请问这个是不是 在我的意料之中 9月14号那天 其实主持人非常非常的 印象深刻哦 当天的聚合呢 因为我在关注这一支个股呢 其实可以说是 你知道研究了非常的久 他在当天出现了一个 非常非常奇妙的动作 他在尾盘的时候呢 突然拉了一下 结果直接翻红 油黑翻红哦 他刚开始呢 我们在开盘的时候 开了一个高 所以各位呢 才会看到呢 在我们聚合 在当天的时候 9月14号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 他那个高点 其实是他一开盘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 大家可以去对比 他的大哥康普是不是同样的 在尾盘的时候 做了一个拉回的动作 一样是油黑翻红 那这边的话 还是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各位呢 可能有时候会想说 怎么可能这么准 都骗人的 提醒大家 有时候呢 这个真话呢 很老实的跟大家讲 大家烦我会不相信 就像什么 我其实 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过一句话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是江湖辫子 讲真的 但是后来呢 通过不断不断的印证 不断不断的在证明自己 所有的证据 一一的摊出来了之后 各位 你还会相信 这些都是巧合 都是运气吗 那一定要提醒大家 老师呢 其实最常做的就是 超前部署 超前布局 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字呢 是布局加一 那也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你们真的觉得下个礼拜的大盘 还会同样这么乐观吗 如果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回答自己 或是觉得自己一定是稳赚不赔的话 我们真的就是欢迎大家 一样扫描QR Code或者输入 赚到94888VBIP 思路在老师的LINE里面之后呢 你跟老师讨论一下 看看究竟下个礼拜 是谁对还是谁错好吗 那接下来呢 除了讲到聚合以外 其实哦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被动元件 对不对老师 没错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我待会再跟各位说明好了 那 那刚刚主持人讲了一个 我真的是有点稀有欺欺欺言 各位知道吗 我在服务各位流赖的时候 我在上面真的我看到了很多的词句 大家几乎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含义是一样的 上面写着说 吴老师 你真的很准 你真的准到让我们不相信 对 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准的人 因为你都是讲后面的事情 你不是讲前面发生的事情 都是讲后面 那我每一次的去做一个验证的动作 居然还有一个投资朋友 他说他为了要验证我的动作 他都忘了下单买卖了 他就是每天每次看我的验证验证 然后他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么准的人 就是准到有一种让我们不相信 其实我不晓得怎么回答各位这一句 那我只是希望说 我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准确度 那在我们的股市里面呢 大家多看我的节目 然后好的呢我也会加一 不好的我也会加一 待会各位就会看到 有哪些是不好的 我有做加一的动作 那在看到不好的之前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为什么今天的关键字叫做布局加一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还是要留给投资朋友们 相信呢 大家应该在之前 我们智慧型手机 还没有发明的时候 诶苹果刚开始进入到台湾也好 或是进入到全世界视野之前也好 请问各位相信 那个时候将会由智慧型手机引领朝代吗 我相信非常多人都不相信 因为我自己的爸爸本身 就是不相信的一员 那现在呢 各位其实可以看到的话 全台湾几乎每个人人手一只苹果 那当然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苹果这件事情呢 也是要留给投资朋友们好好地思考一下 因为老师其实在上半年就有特别提过 苹果已经涨过了一波了 那到了今年它其实 诶转变成高价股了 还有一档呢 诶在昨天也是来突破一个新高 历史新高 那究竟呢是哪几档 也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想要知道的话 帮我们扫描QR Code 或者输账号94888VVIP 记得我们今天的关键字叫做布局加一 让各位能够真正做到超前部署 赚尾上册好吗 那接下来呢 老师今天还有哪一档 好的 我们再往下看 刚刚各位看到这9月14号礼拜二的 礼拜三我说什么呢 9月15号航运今天颇段新低 难道又有机会了吗 各位 我大概至少 至少800人以上 我说到的赖 是其中的800人 不是共有800人 其中至少有800人以上 手上都有航运 手上都有航运 然后呢 从7月份8月份到现在的9月份 都有人问我 航运未来怎么办 然后呢 我也是一一跟他们讲 每一个反弹的阶段 到拉回的阶段 我都在节目上 一一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甚至我最后一次 在8月24号的9点28分 我卖掉了长龙 他就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到 一路下跌到8月底 那还没有 还不打紧 9月1号 我还告诉大家 阳明的状况 已经跌破了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 那些节目 你都在这个日期 你们去把我调出来看 我有没有这样子说 还有最近的望海 望海天溪丸 对 望海天溪丸 然后呢 为什么我会在9月15号 告诉大家说 豪运今天波段新低 难道又有机会了吗 各位 当你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高兴 但是我不要 不介意你 高兴太久 太高兴 因为 总是一个状况 总是一个状况 那这个状况 不管是反弹状况 上升状况 或者是下跌状况 它都是一个状况 但是你要了解 这个状况它会怎么发生 9月15号 我们来看这两个股 2615的万海 我们移到这里来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它的9月15号 最低196 各位 196之前是198 198在哪里呢 198 在前面个几天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各位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198 好 在这个地方 7月27号 198 试问 各位 我现在不用进度分析了 不用进度分析 因为进度分析 我已经告诉各位了 它现在就这三个点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好 那既然196是它的心低 请问它丢得起这个脸吗 它丢不起 它丢得起 因为它如果丢这个脸的话 它会连累杨明 杨明跟长龙 所以它也要为它的左右邻居 稍微设想一下 对 所以说我在横聊的时候 你会不会在196 这个地方就做一个 可能的反弹动作 所以我就在9月15号跟大家讲 难道买点要到了吗 各位 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我们看一下它呢 今天它最高来到211 那目前的状况 我们看一下 1点33分 已经收盘了 但是我还是不能讲太多 因为这个还算 规范的时间内 那今天呢 它的收盘是210元 最高是211 最低是200喔 最低是200 各位 有一个小地方跟各位一起分享 这个200 发生过几次 而这几次所发生的状况 难道是一个讯号吗 我们看这里 各位 这边一个200 这边一个200 有没有 9月16号 然后这个地方是最低的 接下来之后都200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200 而这个地方的200 居然是9月7号 除息那一天的200 那你会问我说 吴老师那这些代表什么呢 这个就是布局加一 我这样讲各位清楚吗 这个就是布局加一 好我们再往这边看好了 各位现在看到这9月16号 台积电 ABF 跟航运 量缩了台股 你想怎么做 这个是昨天的 那我想 台积电 在昨天9月16号 做一个除息动作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了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台积电好了 现在收盘的台积电状况如何 各位 还记得我昨天说什么吗 如果你记得 最好 如果你不记得 隐隐约约的 我再说一遍 9月15号 9月15号 他的收盘是607 那9月16号 他要做一个 做一个除息的动作 那16号是他除息日子 那这个地方 他的那个除息假 就会变成 从607的收盘价 往下去做一个结算 2.75元 2.75元 是他的 是他的除息 那个除息的鼓励 那你607去减掉 去减掉这个2.75元 那他如果要填息的话 要填息 他是要在606.75元 我想讲各位清楚吗 所以说 昨天呢 他最高是607元 好像有填息 又好像没有填息 因为填息有点不过瘾 会让他感觉 好像有点不太过瘾 所以他今天呢 比昨天多了多少 各位 这个地方 610元 这是今天的哦 今天的哦 然后收盘 各位 却在600 跟昨天收一模一样 主持人都讲这句话出来了 各位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 各位 我们就先把它看到填息的状态 在这样的一个表达的动作 那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都不会去研究说 那台积电这样子做一个表达 做一个状况的时候 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各位 我相信呢 如果你没有常常去研究台积电 你没有常常去研究 有些人是他们的想法 你也很难去做一个大胆的揣测 他到底要干什么 但是这些答案都在我的脑海里面 这也就是我 好了 这些有些东西 真的是不方便跟大家分享 如果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想要知道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扫描 荧幕上方的QR Code 或者输入张的94888VVIP 老师究竟对于台积电呢 有多么的准确哦 包含像是台积电今天呢 其实在收盘的时候 他有出现了一个 非常长的上影线对不对 这一个这么长的上影线 究竟代表了什么意思 绝对是都有含义的 而台积电会连带的来 影响到联电哦 所以要麻烦各位哦 如果手上有抱持了这几档 或是还在观望 应该要怎么做布局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扫买荧幕双方 QR Code 输入张号94888VVIP哦 最重要的是要在对话框里面 输入布局加一 这是今天的关键字哦 同时要提醒大家哦 这几天刚好在廉价期间 老师会有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来服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那也要麻烦各位哦 再记得在对话框里面 一定要输入持股 张数还有当时的股价 最重要的是你们手机电话号码 因为呢再加入LINE呢 可以说是反响非常非常热烈 而且是只有老师一个人来做回复的 所以要麻烦各位哦 一定要多多的体谅以及包容好吗 那今天的讲完台积电的以外呢 当然还有一个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奇了 我们被动元件对吗老师 被动元件 这一档也算是我的老朋友啊 其实整个被动元件来讲的话 我应该我只会去看 这一档 这一档个股 国具 那或许你会问我说 吴老师那难道其他的被动元件 都不算被动元件吗 如果说我说整个灵魂 整个精神就在国具 请问我讲这句话你可以接受吗 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去买了其他的被动元件 可以 但是你还是要把国具 跟你的那档被动元件 你把它排在一起 同时去看 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看 国具的状况来决定 你手上那档被动元件 我相信这种的操作的策略 应该是绝对是对的 那如果说你一直看 你手上的那个被动元件 而忽略了国具 我相信你的操作策略 绝大部分是不OK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 国具这个地方好了 这个真的很精彩 我现在不要说 绝对会发生的事 我们用一个习性 用一个习性 用一个人为的习性 习惯动作去讲好了 昨天我说过 2327国具 在去年涨了两次 但是幅度最大的一次 是在去年109年的11月3号 开始的那一次 也是它创下那一年的新高的动作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它的价位在这边 我把整个画面呢 都把它给归列了出来 然后我们先看它的高点好了 它的高点呢 1月 今年的1月25号 今年的1月25号 来到了644元 644元 但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涨呢 它是从109年的11月3号开始涨的哦 11月3号开始涨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将近涨了9成以上 9成以上 好各位 既然假设11月3号是它的起涨日 是它的起涨日 那今年它有没有涨过 有 今年它什么地方开始涨呢 应该也是在5月12号 各位 这个是5月12号 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呢 因为5月12号那一天 我们台股大跌了1417点 很多的产业 很多的个股 都会从那个地方做一个起涨的动作 为什么会从那个地方的起涨动作 因为当天跌太多了 再跌下去 台股都受不了了 所以说这种的状况 应该就是他们会认为 我这样子说好 我不晓得这样子比喻不OK 你今天去买一台新车 两万公里跟三年 哪一个先到 它就会先做那个条件的动作 我现在讲台股就是这个样子 或许他们在预测 如果台股跌多少 本来想说好 两千点跌12天 那如果两千点先到 但是只跌了八天 它会不会提前动作 会 我现在讲各位清楚吗 那如果说两千点没有到 然后跌了12天之后 趋近于两千点 这个时候它第13天 会不会开始往上 会 这些就要留给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可以自己想想看 每次老师您在发言的时候 各位不知道 我这个背都在流汗 一定要提醒大家 因为雷光老师本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分享的 如果他跟您说了这些话 或者是你们再打电话进来 02 2541 5757 打电话是老师接到了以后 老师如果跟您说 这一档要赶快处理了 请千万不要怀疑 不要再回嘴了 因为为什么他会跟你讲不行了 老师 你一定会有他自己的原因 对不对 我多怕你再给我讲出来 我这么说啦 你手上的股票对我而言 我在看他的时候我是乐观的 我是乐观者 我是第三者 所以我很乐观 再加上我有足够的专业 那各位是当局者迷 所以你叫我去说服你的话 我很难 因为你就是 可能你就是不卖就是不卖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只能把我的专业跟你讲 有时候会冒犯到你 我也不愿意 所以说我也请你多多包涵 因为我觉得 我这样子讲了你都不卖 那你到底要我如何做协助的动作 这是我最难的地方呢 各位投资朋友们 如果真的是觉得 有跟老师通过电话 觉得被冒犯到的话 提醒大家 其实他私底下跟我讲过 更加多冒犯的话 什么叫更加多冒犯的话呢 这一些话呢 是不能够跟投资朋友们说 但是是什么 是实话 因为各位在观看我们股市战国策 应该都会知道 我们过往来说 每一次都是成功 命中各位呢 在几天以后 或者是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是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些 我们先撇除大型的 Delta幼稚园事件 这一些的话 除了外力的影响 其实每一件 包含每一档的个股 讲的发生的情况 盘中盘现 或者是呢 收盘的时候 这样的每一个都是准到 我肌皮跟他都站起来了 所以要提醒投资朋友们 如果你们今天还在迟 还在观望 三个月也够了吧 有一些的投资朋友们 已经观看股市战国策 三个多月了 麻烦各位扫描萤幕上方的QR Code 或者书章94888VVIP 记得在输入以后 今天的关键字是 布局两个字哦 布局加一 让各位呢 做一个超前部署 转尾上册好吗 今天的节目最后 还是一样要请老师 做一下下个礼拜的 沙盘推荐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做啊 因为今天是 就是最后一天了嘛 交易日 不要想太多 既然我会跟大家讲 布局加一 当然就是我的看法 而既然是布局这两个字 就是等于买进这两个字 我想讲各位清楚了吧 所以也就是说 在下个礼拜 有可能会有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买点 而这个买点 究竟能不能够让 所有的投资者呢 在那边做一个 反败为胜的动作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 老师你会有什么样的 想要跟大家做提醒的吗 下个礼拜 除了最佳买点以外 如果手上套的真的是 那就是跟着做布局了 哦 跟着做布局了是吗 那要提醒大家 其实今天呢 有非常多的个股啊 还有产业 其实我们在昨天 老师跟我去吃下午茶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成功命中 我们已经知道 它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那各位呢 可能在看这些持股的时候 不要过于的这个乐观 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悲观 但是要先做好提早的准备 以及布局好吗 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还是要再次谢谢雷光老师 谢谢大家 那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 要记得帮我们的 股市战国策 YouTube频道 还有粉丝团按个赞哦 订阅分享 小铃铛记得打开哦 股市战国策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